Hello 大家好 我是蚊子 我们今天到路边找一个野菜 这个野菜叫火麻 我们今天把它煮火锅或者是炒着吃 小时候最怕的就是这个 因为泡一下手上这个就起鸡皮疙瘩 而且又痛又痒 我们准备了这个剪刀还有钳子 剪的时候用钳子夹下来 千万不要用手去碰 这个菜是一道硬菜 就剪这个嫩的叶子 我们洗的时候待会用水冲刷就好了 不能用手去揉 吃这道菜还需要很大的勇气 今天晚上摄影师多吃点 给摄影师加餐 再剪一点就差不多可以吃一顿了 现在给猪吃的猪都不想吃 因为猪都知道砸嘴巴 但是人什么东西到嘴里都是一道美食 几分钟剪了这一盆子 今天晚上应该够摄影师吃一顿了 好了 我们回家洗一洗 看着都怕 快点 再拿个盆子来 再拿个盆子 这个要是用手或者脚碰到了 直接人可以蹦起来三米高 有时候我们走路的时候路边有这个火码 不小心脚碰到了 真的是那种想死的心都有 好 这个菜还可以拿去浇菜 这个水还可以拿去浇菜 试一下嘛 体验一下洗手 用这个水 这样抽了 现在这个季节 这个红麻 它已经有点老了 如果是六七月份的话 就在那个嫩的叶子特别好吃 我听爷爷说的 我没吃过 爷爷说这个红麻吃起来还有一点甜 从来没吃过的我好奇心太强了 今天晚上一定要尝一尝 在弄啥 吃火麻吃不吃 吃啊 炒着还是烤着 晚上去你家下火锅 好啊好啊 你准备好牛肉就行了 我准备好青菜 想去打辣椒吧 这个辣椒还没熟 你就把它摘来 青椒 辣椒都准备好了 你臭辣椒 我臭青菜 然后另外一个人再来臭牛肉 对 一过火锅就臭齐了 尝一下 尝一下 这些人还不敢尝 尝一下嘛 嘴巴都肿了 好 今天晚上在杨云家吃火锅 来了很多亲戚朋友 因为杨云他从外地回来的 他们一家 今年在外面打工了有一年了 一家人刚从外地回来 所以很多亲戚朋友 今天晚上都到这里来吃饭 我啥也没带 就带了一些火锅 还有一瓶雷币 我们现在把这个火锅放里面 烫一点尝一尝 好 可以吃了 正好 这个 这个 尝一下 等我吃饭了 敢不敢吃这个 好 现在尝一尝 我们现在拿 继续 继续 好 那冷冻了 冷冻了 还好 还吃了吗 来 我尝一下 第一次吃这个 先慢慢嚼 慢慢嚼 感觉卡喉咙马上吐掉了 吃 假的 嘎嘎 这里 嗯 不敢那边 来 甜的 这个 还有一点点苦 再加一点点凉 还有一点甜 这个味道有一点形容不出来 还可以 它这个毛有点刺 没有 它软了 没有刺了 我就吃出那种 它有点刺那个 没有 一张一张的 现在没有了 你问杨云 有没有刺舌头 有没有刺到舌头 没有 没有对不对 它当软了已经熟了 熟了 生的话就会刺的应该 对 生肯定会刺的 今天第一次吃这个火马 感觉还味道还不错 大家可以不要轻易尝试 一定要烫软了 烫熟了再吃 别再说 别让我说贵州人 饿 那个贵州人 连那个 炸炸都咬人了 太厉害了 好 正好 我刚刚拿了个挖子 一直在里面脚 肯定有人要喷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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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